底下是精神物设计的 上面是精神物设计的 我这是一个水管 那个商主要给我什么 他经过我 很像一个水管就要给别人 我刚好找到了好的作品 走进新竹十二聊天使教堂 小小的教堂 从祭台到两侧窗户 都装点着美丽的彩绘玻璃 这些全是超过百年的历史古建 我第一次来的 看到这个教堂 虽然泼泼淡淡的 但是我们觉得 会做一个非常好的教堂 来台湾五十年的丁松青神父 认识的人看他 他更像个艺术家 天使教堂三十五年 从残破到复活 这回担任修复教堂的 艺术总监丁松青神父的专长 是绘制彩绘玻璃 这一次是他决定 划新的要找寻古建 我觉得这个教堂是老的 为什么不要找到老的 彩绘玻璃就配它 就这样丁神父千里迢迢到纽约 找到一批历史上百年 满满天使图案的彩绘玻璃 要让这批天使窗玻璃 飘扬过来台湾 煞配不心 我就一直跟Raja和Laura联络 这个可以吗 他的尺寸好不好 他说可以可以 好高兴啊 我可以买很多东西 我自己学 后来我回到美国 开始跟他们联络 经过将近两年的联络与等待 这批天使彩绘玻璃 终于运送到十二寮天使教堂 但又是另一个考验开始 因为他发觉这些拿回来的玻璃 比他想象中破得很严重 他本来这些进来 他是很想要帮他们 省时间省费用 所以我们那时候好吧 我想说这个我们就把它 接下来做好了 不要再让他烦恼了 吕玉上重拾彩绘玻璃工作17年 过去也曾和丁神父 还有他的徒弟姜田先生 合作过兰雅圣母朝圣地 以及那壶升天教堂的彩绘玻璃 面对这些百年古建 他提出大胆建议 他们的想法是比较维持说 能旧有的就旧有的 就不要动它 那时候我提议的时候 有把他们吓到一点 我说我认为 风化的都要拆掉金属结构 拆掉百年旧千条重新组装 是一个浩大工程 除了要修复原有古建 为了符合窗框尺寸 还得在外框做加工 非常重视配色的丁神父 选用紫红色与黄色 做色系主体 除了教堂两旁 十二扇天时彩绘图 祭台两侧的大片中型框框 也来自纽约 由另一位玻璃艺术家 施英辉负责收复 把比较弱的部分 破掉的部分也要补一下 结构再加强一下 它的尺寸不是刚刚好 所以我在家外面这三块玻璃 颜色当然是神父条 施英辉是兰宇达物族人 多年来生活在清泉部落 跟着金神父做彩绘玻璃 也多了个泰雅族名字 雅薇 雅薇 雅薇是我的老板 所以我帮忙撕起花花 我不是为了千鸟做这个事情 我希望教堂能够更漂亮 希望教堂变得更漂亮的丁神父 也将自己的本堂清泉教堂 以天蓝色及黄色做主色 点缀更明亮圣洁 丁神父同样希望他服务了四十多年的清泉部落 也能变得更漂亮 他主要的目的是在他有生之年 把金钱弄得更漂亮 更好看 雅薇是丁神父的左右手 协助他打理整顿街道大小事 人而整修的钱从哪来 这是彩绘玻璃 我跟神父讲说 神父你可以用彩绘玻璃来办画展 办画展来卖 可是神父说 彩绘玻璃能够办画展吗 彩绘玻璃是钉在教堂的窗户上 我说神父可以 那我们就想说 在彩绘玻璃上面 把每一个圣像 放LED灯 就当下我们就决定了 神父 我跟你拜师 我跟你学彩绘玻璃 然后我帮你想怎么弄LED灯 那一年50岁的姜田 向丁神父拜师学艺 一边策展募款活动 一边学习彩绘玻璃 透过贩售作品的收入 募得上千万元 大改造清泉部落接融 也正是因为爱的荣言义卖活动 才认识天使教堂的主人 刘崇瀚和立美夫妻 我们去安装那个 罗拉 他们的吉桃室的时候 看到那个教堂是破顺的 后来罗拉想 就有个机会把它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 就是要开始怎么做 就请神父说 他有什么想法 作为祭台镇上方的主视觉 早上的太阳照射进来 让玻璃上的图画更加亮眼 而这片原型玻璃早在24年前 就来到台湾 丁神父从比利时教堂 取得一大批彩绘玻璃 当年用来修复台北圣家堂 后来他一算 就是那么巧 刚好有18个窗口 有18幅画 然后就很高兴了 他就一个一个的修 我们可以说 丁神父是我们的恩人 有神来之彼的 不止彩绘玻璃 然后丁神父也看到 我们刚刚看的后面那一幅 圣灵家里 他说我们是把他也拿回来 把他修复 修复工程中最浩大的 住属教堂后方这幅 宽4米8 高2米4的 圣母加冕图 同样由丁宋亲神父 从纽约的教堂买回来 只是破损情形 又是出乎意料糟糕 好在刘从汉好友的儿子 戴靖煌刚好是位古画修复师 这又是个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变成我是我老师的位置 很多环节是 以前都是团队 现在变成完完全全 我一个人操刀 然后又带领一些 没有经验的人 成败都在 成败在我身上 所以这个压力就很大 戴靖煌直接从助手变成监督 责任大不相同 修复古画过程中 还因为心脏开刀 休息了数个月 戴靖煌的出现 不只让丁神父带回来的古画 修复出现一线曙光 更同场贡献了四幅 耶稣苦入图 之前在留学法国的时候 我说完十张的时候 教会里面的人就说 那我们后面的这十张 我们经费已经不足了 那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没有关系 那不然我把它购买下来好了 这放的在我身上 放了将近17年 那我就带着这四张 做不同程度的演讲 原本作为修复古画教材的四幅苦入图 如今也找到了安放的家 小小的天使教堂 如同博物馆典长班 丁神父牵称自己只是个水管 传递了所有被需要的人事物 他为天使教堂带来了天使彩绘剥离 也印证了他其实就是最棒的天使 若要数数在教堂里 究竟有多少天使容颜 我想那绝对不是 人能懂的数字